生活王國健康講座 我們決定在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就在荔枝閣長沙環道8889號華創中心709 黃昏時候6點至8點 我們邀請到Lillian 我 電腦仔 還有一位現場拍攝的歡迎提問 名額20個 是做印度草本 應用和為什麼對人體有用的健康講座 希望大家參加 有問題可以即場問的 拜拜 習近平很出色 他買兩邊 所謂的兩邊很簡單 第一當然就是和普京 決定了4月1日見普京 在這個時候 我曾經講過 就是一定會和澤連司機 起碼都通過5分鐘電話 因為見普京各事訪問 其中不遺世人救病 或者避免歐美國家大氛圍的圍攻 因為無天下之大不遺 習近平不願意做 在這裡唯有就做一個大國風範 就是見完普京之後就見澤連司機 用這樣的方式掩蓋中俄的結盟 你看看我其實我見普京 我都見澤連司機的 我只不過做和事佬之馬 秦剛在16號也都證實了 他跟烏克蘭的外長通了電話 就習近平之前提出的12條 進行了深度討論 為習近平跟澤連司機通電話 作出了準備 這場戲好好看都要做得交到課 你說習近平會不會好像見普京一樣 師尊降貴去到烏克蘭的基庫見澤連司機 我相信不會 我相信不會 最多是說給5分鐘至10分鐘 跟你談談 跟去俄羅斯是兩件事 因為去俄羅斯是去三天各事訪問 而跟澤連司機 只不過是說我做和事佬而已 當然你問美國 美國只有一個立場 歡迎 你問澤連司機 澤連司機現在要成為世界最重要的道德高地 他必然同意 也都會 因然這樣配合 令到習近平可以在這次完美的外交風暴裡面 全身而退 也都得到大量的掌聲 我以為鄧麗軍 十萬億的掌聲 十億人的掌聲 好像演唱會一樣一樣 但世界就是這樣 那你說美國 怎麼看 美國當然不願意 但是在這裡也不能夠 就是說做得很難看 只能夠 因然這樣拍手掌 也都發出了 就是外交發出了 就是說 期望 習近平在這件事上 做出貢獻 做出貢獻 外交就是你的舌頭 說話是需要柔軟的 你看看拜登 你看看蘇爾茨 你看看安倍晉三 擺到明就要跟中國脫勾 也都要把中國打回原形 但是他們永遠都說 是競爭對手 不尋求 成為中國的敵人或者軍事衝突 為什麼 這些就是外交 就是做什麼都好 有轉彎的儀地 但是我們的外交就是戰狼 下下就將人趕到絕 鬧到盡 造成了現在中國這樣的困境 今時今日習主席 權傾整個中國 這樣 打這兩手牌 算是打得出色的了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分享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都是 譬如他可以見普京 那王毅先訪問了莫斯科 講清楚當日會講些什麼 什麼禮儀 在哪裡開會 跟著安保是怎樣 這次跟澤連司機通話 你可以說見面可以 這樣你就見到秦剛 先跟烏克蘭的外長通了一封 打了招呼 當日講的議題是什麼 跟著就放了出來 不要廢話 就是環繞習近平的十二條 拜拜 拜拜